里晨高调宣布结婚日期,两人最终修成正果!网友大黑牛霸气! 首先,谢谢你长得那么美还来看小编的文章,小编成黄成孔,要是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小编哦,无论好坏,小编都会认真看,小编会根据你的意见不断改进哦,希望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有意思有趣的文字,希望你能多多支持,愿你天天好心情! 对于娱乐圈中的明星情侣,很多人对李陈范冰冰这一对有不少关注吧,我们都知道两人已经恋爱了很长时间,而且两人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。 却一直都没有听到他们要结婚的消息,这也让网友很着急。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婚姻是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最大的礼物,也是男人给女人最大的幸福。 每一个交往中的情侣都希望能够和对方一起携手走进婚礼的殿堂,但是大家都知道娱乐圈是非常多变的,很多我们觉得他们能走到最后的男女明星,却在中途都散火了,所以也有网友替他们感到担心,不过大家都觉得两人应该会在今年结婚。 对于网友们想知道李陈和范冰冰两人什么时候结婚,在一次采访上,李陈本人也做出了回应,她说因为上半年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满了,所以会在下半年完婚,日期确定会第一时间分享给粉丝朋友们。 这下也让网友放心了,而且现在很快就要到年底了,这也代表李陈已经有想好在今年年底的某一天结婚了,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筹备婚礼了,咱们的范冰冰也终于等来这一天了,让我们祝福他们吧。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,你们喜欢他们这一对吗?欢迎在文章下方发表友友们的评论哦。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。